那因為這個羅浮宮啊 算是在巴黎最重要的博物館之一 所以呢我們待會要經過安潛 然後因為裡面人潮相當的多 所以現在法國的國家導遊 不管他是操哪一種語言的 接待各國遊客 基本上現在都用耳機了 除非您是自己前來參觀的 所以那個耳機啊 大家帶著導遊啊 跟自己講話 大家都聽得很清楚 不用像早期啊 大家一定要湊在一起 重要聽不到 都聽到別人的 那這樣就很方便 但是這個羅浮宮啊 因為人相當多 所以啊 這個是非常有名的奧賽 我們出來的時候再跟各位介紹 因為羅浮宮馬上就到了 那是印象派 在1848年以後的這些印象派的畫作 都放在這個地方 因為以前啊 印象派的畫呢 沒有辦法上得了檯面 19世紀的時候 不能放在羅浮宮 所以呢 現在呢 所有的印象派的大師啊 的名畫